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 请回 你的婚姻怎么了 因为我老婆要跟我离婚 我不同意 所以我想解释我的婚姻危机 你干错了什么事吗 最近这几年她跟我争执比较多了 一些生活上的争执 都是一些小毛病了 但是好像她认为事情蛮严重的 你是气管炎吗 我不承认 我没说你是不是 你说我不承认 那肯定你就是个气管炎了 看来这个小王是个老实人 那么她的妻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把她震慑得如此瑟瑟发抖呢 来 我们掌声有请她的妻子 郑玉萍 你好啊 你好 来 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郑玉萍 我来自福建省 今年32岁 你们是史上最萌生高差呀 你大概多高 我 一米二三 你 我一米七零 差了多少 一米二三 五十公分吧 你咋这么小呢 因为 从小身体虚弱 导致 吃了很多药 导致生长 花育 雏黄 听说你们感情亮了红灯 因为我们生活观念和教育理念的不同 所以 经常在这些事情上 产生分离 生活理念和什么 教育理念不一样是吧 对 有孩子了 有 多大了 今年十岁 很幸福嘛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2002年 我们从QQ上认识 是我家他为好友了 当时我还是个学生 然后后来下学以后 我想出来闯一闯嘛 第一想到就是认识 我这一个两年的网友 然后第一次就是到福建去找他 当时他有给我寄一张照片 半身的照片 我觉得这小女孩长得还是蛮漂亮 但是没有看见过她的个子 具体情况他有跟我说过了 他的身高啊 性格啊 然后后来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其实还是蛮惊讶的 因为听上去一门二章 跟你看上去的一门二章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你第一次见到他什么感觉 就是一个天下人 很土的那种 他一直就是这样看不上我 说我很土 一直都是这样说 就是到他家那边 我们出去玩了 骑他家的摩托车 当时可能是对路况不熟悉吧 就是摔倒了嘛 摔倒以后他腿上就缝了 差不多 当时挺严重的 缝了七针 我当时非常害怕的 我是怕被他家讹上嘛 因为毕竟把人家女儿摔得那么严重 那后来他就说他 他跟他父母竟然说是他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所以你看看你多不像个男人 他自己把别人的女儿摔了 他怕被别人讹上 然后是人家女孩子自己说从楼上摔下来的 你说你多不爷们 这个件事情让我挺感动的 当时他把你摔了 你还说你是从楼上摔下来的 一个朋友到这边来 我觉得该承担的还是自己承担 不对吧 那会儿你也喜欢上他了吧 要不然你会坐他的摩托车 是想跟他进一步发展的 接下来我就在他家照顾差不多三个月嘛 你怎么住在人家家里呢 你一网友 当时他邀请我住他家的人 那是我的朋友啊 我没有把他当成说 陌生人那样子啊 我以为城里面这么玩 你们村里也这样玩 我们都不敢 让一个陌生人在家里住三个月 你竟然敢 你不怕引狼入室啊 不会啊 明白了 当时还是 对他还是蛮信任的 有点好感吧 你怎么照顾他在那三个月 简单来说就端茶倒水吧 每天给他带他去换药啊 这样子 这么快就过上上面女婿的生活了 我都不是要上上面女婿 我现在还是朋友了 行吧 好 彼此照顾了三个月 感情逐步的加深了 什么时候挑明的 这关系 这个就是2004年吧 过了多久了 离他摔伤了 过了多久了 过了三个月 就是他好了以后嘛 对他好了以后 然后带他去新疆去见我的妈妈和我姐姐 我妈妈非常反对的 因为嫌大个子太小 然后当时我妈妈和我姐姐一直说 想让我给他一笔钱 把他送回福建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妈妈和姐姐闹帮了 几乎要和我断绝关系那种关系 那么严重啊 对 那你看来你很爱他咯 所以我才想珍惜这顿 你知道他妈妈不喜欢你吗 我知道他对我会有些成见 怕我人小找不到工作 然后不能给他做饭啊 带孩子啊之类的 他这样不喜欢你 你内心气氛 不会啊 老人家有这个想法也是对的 要是我是我是他的话 我也会让我儿子 娶一个比较好一点 那你的丈夫这样为了你跟母亲闹翻了 你心里什么滋味 我心里感觉挺过意不去的 对我婆婆